主持人.:我想要先请问您一个我们台湾的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刘晓波曾经在香港说出,如果中国有机会被殖民三百年的话,说不定它会成为一个比较有文明的地方,我想他那个三百年大概是参考印度被英国殖民了三百年,后来成为一个联邦国家这个故事。 主持人.:可是我们都知道,曾经殖民过中国本土的外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包括英、州、鲜卑人、后来的满洲人,其实也殖民了中国大概三百年,这个没有什么好下场。 主持人.:所以,严格说起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以现在这个世界的形势,殖民三百年真的是可行的吗?第二个,中国跟印度应该放在什么样的前提下面去做比较? 主持人.:殖民这个词,个人的用法都不一样的。白左历史学的用法是特指西方殖民,就是哥伦布以后的西方殖民。好像以前的穆斯林政府和蒙古政府都可以不算殖民一样,而且他们就以反西方的逻辑把殖民说成一个负面的词汇。 主持人.:当然,亲西方的人士像刘晓波那样就反过来,把狭隐定义为西方殖民现象说成一种正面的因素,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使用的殖民这个因素,这个词是从演化论论的角度来讲的。 主持人士.:例如说,任何人的殖民,无论它的主体是谁、时间是什么,只要是移民团体和输出秩序并行,都可以算是殖民。其实这是古典的用词。 主持人士.:例如,希腊、罗马时代,殖民这个词是经常用的。殖民很简单,就是某一个城邦有一批人坐着船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建立了另外一个城邦,这就叫做殖民。 希腊有很多城邦,包括阿基米德所在的叙拉古城邦,都是大希腊殖民的产物,意大利南部的塔林团也是希腊殖民的产物。 希腊殖民在当时如果不是宝义词的话,至少也是中性词。殖民跟现在人所谓的开疆建国是差不多的事情,是国父一级人做的事情,是伟大人物才能够做的事情。 但是他们也没有把殖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说清楚。我把殖民这件事情定义为一种秩序的输出,等于是在两种秩序或者多种秩序相接触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就会像是两个水平面高低的容器接触的情况一样。 本来相互孤立,一旦接触了以后,水平面高的容器就自然会像水平面低的容器,有输出。 但是输出不会是单方面的。我们都知道,表面上看上去水是从上往下流的,但是实际上从下往上流的水分点是有的,只不过算总账总是从上往下流的多。 所以我们从宏观上来看,水是从上往下流的。也就是说,殖民是有方向性的。方向性通常是通过上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看的,输出一方被称之为殖民者,输入一方被称之为殖民者。但是被殖民者的反向渗透始终是存在的。 例如,州人殖民东土的时候就有国野之别,野人一般就是土族。但是比如说齐国,齐国本来是江太公的后裔建立起来的国。 他国人包括英州两国,但是从中文化来看,他遭到孔子。这个就是一种文化上的反向殖民。罗马人殖民东方的结果,就导致东方宗教,包括基督教,反向输入罗马内部。 而欧洲的东方学,十九世以来的东方学,本身正如沙伊德所说的那样,跟殖民主义是同构的。没有英法在中东的殖民,也就不会有桑伯良的埃迪学,或者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印度学。 而德国的印度学之所以走浪漫主义路线,其实我们也可以事故地和正直地说,这是因为德国在东方没有殖民地的缘故,有殖民地的人就不走那种海涅讽刺为梦想的空中王国而助遣了。 因为英国实际上是英国的殖民地,德国人并没有坏了,德国人只能做纸上研究,所以他们自然就走浪漫主义路线了。 殖民如果涉及到自由秩序的这个问题上,因为并非所有的殖民都一定是自由秩序的输出, 但是自由秩序像古代的希腊罗马城邦和近代的欧洲各国确实有很强的殖民倾向,这是必然的。 因为自由秩序就有着生产力强,就像是自由市场必然意味着生产力强。 自由市场的国家一般经济比较发达,它自然而然会有剩余产品或者更高质量的产品输出,而实行计划经济的地方,产量既少,短缺经济,质量又差。 所以两者接触一般来说是计划经济这一方输出的很少,一般是初工或者是原材料产品,而市场经济这方面会输出很多多样化的产品。 输出一方一般是秩序比较丰富,也就是说比较自由一方。自由产生创造力,创造力产生输出,这是自然的规律。 从长时段来看来,因为短时段发生意外总是可以的,从长时段来看来,输出者有可能是政治比较多元化的体系,而输入者是通常所谓的。 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专制是人人都喜爱的,并不是说是所谓的自由国家不出独裁者或者是没有专制统治者,实际上在希腊、罗马城邦近代欧洲那些德民心的民众领袖,犯了别的地方,是很可能变成独裁者的。 可以说,像威尔克斯这种伦敦下层市民疯狂支持的对象,在英国他也就那样,如果是在德国的话,他不就是一个现成的希特勒吗? 凯撒是卡提琳的学生,思想他早生两百年的话,他也无非是罗马元老院一个激进派的领袖,是做不成独裁者的。 但是因为晚生了两百年,罗马现在已经崩坏了,在过去只能作为激进派政治家的人,在现在就可以做独裁者了。 所以这里面的事情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现象,而是一个动态演绎的现象,是两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原因。 例如,满洲人入关以后堕落了,但是不是说是满洲人没有保守派,坚持满洲原有习惯和保守派总体上是失败的,而且由于我们读到的记录大部分是从汉字来的,他们经常会被黑化和污名化。 例如,像索尔图这种人,康熙一朝是索尔图和明都发生了政争的时代,他们政争的一个题目就是打不打台湾。 索尔图这样的保守派,从保守派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天下一统这个意识形态根本就是民国的意识形态,跟我们不相干。 去打一块无地可图的地方,也就是像施囊和红尘图这样的民国的降官占便宜,而我们满洲人就像伊利沙边女王一样,除了流血牺牲以外,让你们搭便车也没有别的好处。 我凭什么继续让你们搭便车?从保守派的角度来讲,妈的,我们入关毕业的李志诚都是让你们搭便车,我们不来的话,你们都让张献中给烤着吃了,而我们是毫无损失的。 我们来的也无愧是多拿了一些钱,而且这些钱还有很大一份是分给你们的,而吃亏流血的事情全是我们做的。 但是明珠通常所谓他就是汉化的人,他汉化的标志就是包括他是一个更加腐败的人。这一点其实跟近代川普时代或者是爱德华科克时代是完全一样的。 印度化的英国人就是比较腐化的英国人,清华派的美国人就是比较腐化的美国人,清明派或者是汉化的满洲人比较腐化的满洲人。所有的土本人被汉文史迪说得比较坏,但他却是个比较清廉的人,而明珠则是众所周周的超级大贪官。 而腐化他的就是在内庭通过吴良府这些人,通过明朝留下的一些太监,通过美女和享受来腐化孙子房里的同一种方式,因此他就想要为民国的降官、私囊这些人提及化去消灭郑城公的后裔。 这对民国的二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第一,自己没有这种力量,第二,只要大明朝还有海外的一片土,他们的耻辱就永远洗不掉。 如果大明朝最终灭亡的话,他们就可以说我们只是顺天命,谁都扶不起明朝。如果明朝在他们卑鄙地背叛了明朝以后,居然没有灭亡,那他们的背叛行徒就再也没办法隐藏了。 所以无论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是这批汉官急着想要灭掉明朝,而不是真正保守派的满洲人。 再倒退一点,在黄太吉入关的时候,阿明就是坚决主张该杀的杀,杀了以后我们走人,所以他被汉官和汉人的历史学家说得极坏。 但是,其实他就是坚决主张满洲和中原相隔离,以避免将来满洲遭到腐化的那一拨人。这一派没有完全成功,关键是因为他们还有一点贪心。 他们的贪心方式跟美国的全球主义是一样的,就是入关可以抢到很多好东西。 而且如果收拥了红尘仇这帮汉官,你可以一人马里也拿得很多,你不用很累很麻烦,就有人把钱送过来,在满洲是没有这样的好事了的。 所以即使最强硬的阿明也只要是杀掉那些头像的汉官,我们带着钱回去就算了,他也没有说不要这个钱。 所以这就留下了一个弱点,使满洲人违背了黄太吉本人当时的明确政策,最终还是入关了。 狐化分子最主要狐化分子就是李永芳和汉门成那些人,是想满过去的民国的士大夫,他们是做梦都想入关的。 因为在满洲的军事封建体制下,他们的地位是非常次要的,跟个秘数差不多。 一旦入了关,满洲皇帝变成了大名皇帝,他们就是第一等的大臣。原先满洲的贵族反而会被挤在一边,变成二等人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阶级翻身。 所以,入关表面是满洲的征服,实际上是想满的汉城和满洲的腐化分子,牺牲了原来处于政治中心地位的满洲封建贵族,消耗了对方的力量却把对方挤到一边去了。 他们是满洲的子弟兵,而他们做出牺牲的结果却便宜了他们的政敌。而英国人侵略印度其实也是重要的同样的问题。 像黑斯廷他们那些人,十八世纪的英国有一个专门的词来描写英英人。英英人是什么呢?英国的单身男人跑到印度去娶了波士和印度的女人,然后就按照印度穆斯林统治者三七四切的方式享受起来了。 这三七四切是所有男人都想要的,之所以没有做到使你所在的社会的风俗不能容许。像比较放浪不拘什么的人,像《翻译一千零一夜》的爱德华·伯敦爵士在测量了全世界各民族的积极大小以后,就表示说他觉得伊斯兰教才是最适合男人的宗教,他对他自己身在英国感到十二分的不满意。 而他《翻译一千零一夜》当中,包含了东方原来流传下的各种男性色情幻想之类的故事,使保守的英国清教徒觉得这个书非删掉不可,让他随便发现的话,简直是独害青少年。 所以最后他死了以后,他的遗霜专门请了一个传记作家替他删给他丈夫的传记,因为他丈夫的传记如果如此写出来的话,选择一点都不绅士,选择像个一虎他混女。 所以按照维多利亚时代那种被现代人经常做成虚伪的作风,一定要把他的丈夫做成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就把那些不雅的材料全都删除掉了。 如果伯敦爵士这样的人乍得优势的话,那么英国人在印度会做什么事情呢?很显然就像满洲人在北京一样,他们会变成一个新莫沃尔帝国。 印度的腐发分子,比如说孟加拉这些公务员,在适合了突厥人和穆斯林以后,显然不会不愿意适合英国人的。于是,印度在突厥王朝的莫沃尔帝国以后又会有一个英国王朝。 如果埃德蒙·伯克这些人不搞什么反腐败运动的话,结果就是这样的。反腐败运动是第一波,十九世纪的公务员制度是第二波。 公务员制度的意义是相反的。在英国,公务员制度意味着英国的腐败,但是在印度的公务员制度意味着反腐败。它真正的就是我刚才描绘的那些阴影人。 阴影人跟波斯和突厥、穆斯林打成一片,自己已经变得跟东方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当然也就是废闹攻刑,被那些保守派英国人觉得是丢了英国人的人。 当然,这个说法当中也可能穿着了一部分嫉妒,就是说我这么正派的人又没有捞到什么钱,然后看到你们这些不正派的人到处捞钱,各种美女,如果我再不能谴责你一下的话,我实在是过不去。 因为人心本来就是复杂和双重的,表面上充满道德正义的学说,背后的动机很可能是报复或者寄入。 但是我们要明白,如果你不是以上帝自居的话,所有的正义人士心底都是有这一层的,而且这一层很可能是正义感的最主要的驱动力,所以我们就不必深究这些了。 但是我们知道结果,结果就是实行公务员制度,通过有严格道德操守和专业规范的公务员去管理印度,把原来那些腐败分子踢了出去。 于是,他们就像是澳门和果阿那些葡萄牙混血儿一样,变成了照印度人的理解是印度的一个特殊种姓,被从政权上提了出来,于是因应帝国的宣化又发生了新的演化。 其实这些都是自由秩序和费拉腐蚀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跟满洲人、蒙古人入关以后跟王文统、红尘仇、那些斯大夫之间的博弈互动的方式基本相同。 方式相同,但是程度不一样。欧洲,特别是西北欧,是腐化者完全被消灭了的这个格局,越往东腐化者残留的成分就越多,印度就是腐化势力还相当占上风的地方,但是还赶不上东亚。 这就是我提出了一个歧视链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从很多方式都可以验证的这个歧视链,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军事技术、航海技术这些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向东一路降低, 但是政治制度、自由的程度、经济上的程度这些也从不同角度支持了一个歧视链学说,也就是说印度在歧视链上的地位其实还是高于东亚的。 我们看到的东亚史书,除非是像我这样的人,特别喜欢找冷知识的人,大多数人看到的彩雅都是汉文记载的一面之识。 换在印度的话就是,英国人和初决人留下的史料都被抹掉了,全都是孟加拉公务员记录的一面之识。你可以想象他们会黑白天找到什么地步。 如果孟加拉公务员想掌握了垄断历史技术的权力的话,那么像埃德姆伯克这种人肯定会被抹黑成像阿明这样的人。他们想要阻止英国野蛮人接受印度的先进文化,而好人就是印度化的英国人。 尽管他们是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但是他们是汉化的先进分子。汉文明或者印度文明是强势文明,能够同化一切征服的。 就是说,我可以腐化你,用美女轻薄腐化你,当然所有人都是容易腐化的,所以这话也没有出错。这种东西实在很难说是先进性的,但是印度还是留下了大量的欧洲人和穆斯林和内亚人的史料,使得孟加拉公务员的一面之识在历史叙事中不占主流。 至于在欧洲我们很清楚,就是腐化势力基本上完全被排除了的任职空间。如果按照东亚的数学来讲,欧洲的历史全是日耳曼人的历史,或者说翻在东亚的时候全是内亚满洲人、蒙古人、先辈人、匈奴人的历史,而拉丁人被征服者的历史完全消失。而东亚的是相反,内亚人的历史被挤到极其边缘的地方,东亚、士大夫、腐化分子的历史处于中心地位。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博弈结构。它的内部的基本机理仍然是可以简化为比较自由秩序的一方和比较腐化猪笼草的一方两者之间的相互渗争和斗争。 只不过这个涉及阻敌的问题,技术在远离就是我所谓的瓦房电学。瓦房电学的实质就是,无论组织和技术在远离其发源地的地方,动力就会削弱、就会退化。 就像你往石头扔进水里,波纹向四面八方传播,但是越往远方,波纹就越弱一样。组织也是这样的。别的不说我们所认识的共产党来说,它的组织实际上是德国军事当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了军事动员而设计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大工业、劳工、物质分配全都集中到军事当局手中,作为战争求胜的利器。 但是德国人只搞了四年,刚刚开始挨饿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宁可收下也不再搞下去了。然后,列宁这一套是全部考卫德国的,他就毫不犹豫地说,饿死你们活该,就是要饿死你们,我们为了争取世界革命,你们是活该饿死的,所以他们一口气搞了七十年。 苏维埃体制并不是十九世纪巴黎公社那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鲁登道夫战士经济学的一个退化版。 苏联人搞了这一套效率上的价,完全比不上德国人,粗糙得多。德国人可以做到面包和炮弹一点都不浪费,苏联众所周知,他浪费了无数粮食,让很多人饿死,却让很多收获的余内粮食在田里面烂掉。这是他计划能力,远不如苏联人的结果。 而毛泽东的计划能力又比苏联要差多,像陈云和周恩那些人瞧不起他,就是因为他们是苏联人的教程,他认为毛泽东这一套粗糙地乱搞,又浪费又没效率。 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冲突,骨子里面就是正宗的苏联学生和毛泽东这种野孩子之间的冲突。 苏联秦辉有一个论论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起来,就是因为中国的基本经济没有搞好。早在文革后期,国家企业就已经乱套了。 地方上有很多地方集体企业或者是民间非法搞起来的黑企业,像凤阳那些农民一样,就背着官方的指令去自己求生了,因为官方的组织人已经管不住他们了,而官方也供养不了他们。 这种现象在苏联博人列夫时代就没有出现。在博人列夫时代,大家吃土豆馒头还是一人有一块的,而且克格勃也还能够真的管住,让任何人都不敢去种自由地。 但是共产党的警察已经没有克格勃的那种能力了,它的生产能力也没有苏联国家地位那种能力了。 秦辉的论据就是,改革开放谈出来的所谓乡镇企业、所谓农民失分自由地那些都是组织退化。 尽管他没有用这个车,但实际上是这个意思,组织列宁主义组织退化的结果,这其实也是我们网房炼却的。 别的不是说,从技术上来讲,你从中古时期的炼铁技术或者是从近代时期的大炮铸刀技术,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地中海向内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最后向东亚一路退化的结果。 东南亚人,例如永乐皇帝的火器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安南来的,安南是从东南亚、仙罗那带来的。所以连东南亚的火器都比明朝的火器要先进。 明朝最先进的火器号称罗姆统,罗姆是什么?罗姆就是罗马。罗马苏丹国是什么?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经常从意大利人和苏尔利人那里偷技术,就像川普今天嚷嚷着中国在美国偷技术那样,因为它是落后一方。 但是在东南亚,亚齐的伊斯兰苏丹国跟河南人和苏尔利人打仗的时候就向土耳其苏丹求援,让它派炮手。可见亚齐的军事技术还不如土耳其,然而明朝却要从东南亚偷技术。 这个歧视链是非常明显的。组织歧视链的方向和技术歧视链的方向是一样的,都是节节退后的方向。 歧视链位置低,就说明你自发秩序的水准低,就说明你的专制程度更低。 例如,满洲帝国的专制程度就要比土耳其帝国要厉害得多。土耳其人在欧洲人称为专制,但是它里面保存了一些封建因素。 如果换在东南亚的话,别人肯定要说是,例如像是研究唐朝历史或者北魏历史的学者,肯定要说这是很强的封建因素,说明他们汉法还不特敌,需要进一步实行科举制度以后才能消灭。 但是这同样的制度在欧洲就已经算是去封建和专制主义的典化了,这也是水位逐步降低的结果。 同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同一拨人变成福人或者是蛮族,或者是变成专制国家的臣仆,不是按学统,而是按政治选择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克兰人通过民族发明学所认的祖先,戈萨克人。戈萨克人不是一个血统共同体,它是各种人凑起来的,有土耳其的逃亡者、波兰的逃亡者和俄罗斯的逃亡者,他们唯一共同的做法就是,想通过军事民主制自己选举自己的大团长,然后经常给周围的各国打仗,过着一种穷困野蛮而自由的生活。 他们跟波兰人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波兰的欧洲性格最强,所以波兰狗王顶多想着,我自己来做罗斯大公,封你们的统领做波兰的大统领,这样把你管起来。 但是管着是很不细致的,可以说自治权还是很多的。莫斯科和土耳其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就很强,就要狠狠地把你管起来。 所以,戈萨克人一方面把这三方面的逃亡者遭到自己麾下,壮大自己的力量,一方面依靠三角外交在三不管地,在苟延残彩的几百年,但是最后莫斯科人最终把波兰人和土耳其人统统赶走以后,他就没办法左右逢年,最后被莫斯科人征服了。 你如果看汉朝匈奴人和明朝蒙古人的历史,你会发现结果也是这样的。汉朝的匈奴人,匈这个词起来就是起源于近北的君都山,他和古代的晋人是同源的。 秦朝、秦帝国征服了赵人,首先是赵人征服了代人,代人就是内亚人,然后他跟内亚人联姻,这是晋国的传统政策。 你例如,晋献公就有好几个隆人的妻子,包括著名的不断发动政变的离击,导致了晋门公众尔流亡的那位离击,他就是蛮族的妻子。 晋国的君主一向跟蛮族的妻子联姻的,赵国也是这样的。然后晋国和赵国被秦国灭亡以后,属于蛮族那一部分的遗击,热爱蛮族那一部分自然就逃往殷山,避免秦始皇的统治。 而儒姻比较强的那种,就乖乖地当郡县族的居民了,或者想办法到朝廷去做官了。 秦人之所以要修秦之道,派蒙天和太子服输,树英山,除了军事方面的理由以外,显然还有政治方面的理由,这些人就是他的政敌,不是一个简单的外族问题。 我们都知道,匈奴遗传了很多战国世界的制度,例如战国世界的湘邦制,是因为刘邦当了皇帝,大家才把它改成像魔的。 所以其实并不是像后来的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匈奴人自古也就是野蛮人,汉是州的职业继承者。 实际上是州这个封建体系,生出了两个兄弟的儿子,蛮族性和封建性比较强的那一部分是匈奴,而专制性比较强的那方面变成了秦汉。 然后秦汉这方为了征正统,就害他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把匈奴人说明是野蛮人。 其实匈奴也得到了州人遗产的一部分,州人本身就是半内亚人。 匈人得到了内亚性强、封建性强的那一部分,汉人得到了东亚性强、专制性强的那一部分,因此引起了汉匈之间的战争。 而汉匈战争之间,斗争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由隆熙的蛮族世家乡李林那些人打了败强的头像匈奴,后来变成今天吉尔吉斯人的始祖这样的人。 也有反过来,像什么修仇王之类的匈奴的民王投奔了汉朝,然后变成了著名的荆家,荆家变成了汉武帝侍从,跟霍光合作,盈利了汉宣帝。 后来,荆家的后代,荆江市帝仁称县,黄蟹宫敏市共华,荆江两家与黄蟹共称,变成了汉魏晋大帝国的官僚世家,他的出身当然是蛮族。 结果,汉朝的臣子可以变成匈奴人,匈奴人的臣子可以变成汉人,他们的差别不是在于血统上,而是在于政治认同上。 李宁他们那一家,照司马迁的技术,很明显就是跟汉武帝不和,觉得汉武帝偏袒卫清他们那一家,所以最后受不了了,最终是投靠了匈奴人。 你读李宁书武那些记录的话,就可以看出,匈奴残余对陈下比汉武帝宽多,汉武帝动物就是杀全家,而匈奴残余对于一再逃跑和背叛的人,外邦人是赦免人又赦免,还要给他封地,给他留养什么的。 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你放在欧洲,那就是法兰西国王和土耳其苏丹的区别。土耳其苏丹可以杀大臣,法兰西国王就是不能随随便便杀他的贵族。贵族一次又一次发动叛乱,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大家和解,国王还是国王贵族的贵族,这就是封建自由和专制官僚之间的区别。 这样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呢?天性比较爱好自由的人,就像是拜占庭人逃到突厥那一边,莫斯科人逃到格萨克那一边,科尔多尔哈里巴拉人逃到西德和西班牙封建林主那一边一样,自己逃到多元体系那一边。 这个过程跟匈阿利的异议学者越过铁木逃到美国,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去越过芬兰边境跑到苏联是一样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人口交换。 当然,政治上的人口交换本身就是两种不同性格和不同选择结果,会直接影响他们子孙后代的历史路径。 明朝的蒙古人也是这样。明朝所谓的蒙古人,其实很大一部分一开始就是王宝宝,元朝最后一个忠臣王宝宝带过去的山西人。 山西在元朝是一系列封建领地,在经朝也是这样的。封建领地的民主不仅包括像穆伐黎这样的地道蒙古人,也包括像张柔这样或者像武仙这样,本身是经朝大官,血统上无论是谁,但是生活方式上蒙古化的那些民主。 因为封建主义是按照你的武力、保护能力而不是按照你的血统就算了,那些不愿意驱从朱元璋的人就一股脑地跟着王宝宝跑到塞外。 然后接下来,明朝在边境地区推行垄断贸易。这个垄断贸易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去看,跟清朝在广州推行的贸易是一样的,而蒙古人像英国人一样也是想搞走私贸易的,双方就发生冲突。于是,晋国的走私商人就大批投靠了蒙古。 而愿意跟着明朝政府搞十三行那种垄断贸易,有所谓的开宗法,拿不到政府的执照就不准做生意,拿到政府的执照去评票领取盐、领取茶,然后拿这些盐插到边境上去,跟同样是评票来做买卖的蒙古人进行交换。 这个就是政府管制贸易了。明朝和蒙古之间的冲突其实也是管制贸易,明朝管制贸易和蒙古走私贸易之间的冲突,跟清朝和英国人的冲突在性贸易上是相同的。 于是,在一方面有很多竞商通过垄断贸易发财,另一方面有很多搞走私的竞商索性投靠的蒙古人,像是汪子徐海德这些汪子走私贩子依靠日本浪人武士来打明朝官兵一样,他们也雇佣蒙古酋长来打明朝官兵。 于是,明朝就说他们是套寇,说汪子徐海德这些是倭寇,意思就是现在说你是敌对势力。但是这些敌对势力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本是民国成名,而且这些人往往还是老板。 因为日本武士只是保镖,汪子徐海德这些什么非洲人,明显是非洲人反倒是老板。但是你如果按照套寇倭寇这两种说法,你还以为汪子是个地道的日本人,而套寇各个都是蒙古人。 最后这种走私贸易发展的结果就是,明朝和满洲人打仗的时候,这些走私的进商就替满洲人运送火药、大炮之类的战略紧俏物资,帮助他们灭了明朝。 然后满洲人奖赏他们,把给俄罗斯和布哈拉的贸易专门化给他们,还在实行海境政策以后,严重损害了明月和南月被征服的商人利益以后,把这些地方的茶叶贸易就交给他们。 本来的地方的茶叶贸易是当地商人运到南洋去或者是运到江苏和浙江的地方去的,但是在清朝的时候,只有在清朝前期和中期,这些地方的茶叶贸易交给了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跑到福建去买茶叶,然后运到俄罗斯和清朝内地去。这就是清朝人为的切断了福建茶叶向南洋和欧洲出口的渠道,使本地的商人破产,然后把茶叶输出方向引向俄罗斯和内亚方向,让山西商人化财。 山西商人在清朝得到的好处是一个政治红利。这就是内亚和东亚的复杂和错综的关系。 你很难说山西人是汉人,因为大多数山西人都是王宝宝时代的蒙古人以及刘昆祖迪那个时代的鲜卑人和匈奴人的后代,汉朝时候的山西人连15%都不到。 不要说别的,李光碧是胡人,我们都知道,领导李光碧的郭子怡其实也不是汉人,他跟李渊他们是一波人,他的子孙后代郭启忠最后投靠了满洲人。他们很显然是内亚性超过东亚性的。在鲜卑人的唐朝,他们还愿意为唐朝效忠。 等到更加东亚化,失去了大部分内亚因素的宋朝当权的时候,他们都宁愿跟着辽国和荆国走,也不愿意跟着宋朝走了。所以山西人在血统上讲,大部分都是胡人。但是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汉人? 因为他们读了汉书是次要稳固,读汉书是一个政治标志,说明我要参加科举制度效忠于宋朝和明朝的官僚体制,想要通过官僚体制出身。 而相反,你如果想通过走私贸易发财,或者像是武士一样通过马上功夫,功马贤俗立功的话,那你就只能跟着蒙古人和满洲人走了。 如果你按照血缘,特别是内蒙古一代的蒙古人,至少三分之一,也许三分之二是明朝初年毛宝宝这些人和明朝中叶的白年教流亡者诸如此类人的后裔。 而三西人的血缘很明显,至少百分之八十五是永家之乱以来各批胡人的后裔,残存的汉卫血统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他们通过不同的政治选择,其实民国时期傅作义和颜歇山经常跟蒙古人打仗的。 但是从血统上来讲,世界上恐怕没有内蒙古人和近地的三西人这两个族群血统更相近的人了。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政治性的斗争,而不是血统性的斗争。 所以,政治选择和自由秩序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等于是像离心机一样,我们可以说西北欧代表离心机的最高一层是自由秩序最强大的,然后越往东,自由秩序就越来越弱。 蒙古满洲所代表的这种自由秩序在欧洲已经是很专注的,但是比东亚利这国家的最低等级还要高一些,双方始终是存在着输入和被输入,错终复杂的关系。 虎化和被虎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说,技术最进步的时代,就是改朝换代的时期,内亚军事力量迅速地把炼铁技术之类的一下子输入东亚,但是仪式同时中央王朝倒台,顺民人口大量死亡。 顺民人口大量死亡在政治上的意义就像是苏联解体的时候,国有企业的职工大量失业,因为他们那种喝着茶看报纸的工作方式在私营企业是没有任何人愿意要它的。 但是如果,请注意,中国的民主派,包括台湾的柏阳这种人,写着所谓的以民生为出发史冠,全都是站在这些国有企业的香港职工业上来写的,他们总是描绘这些人多么可怜,一改朝换代就死光。 他们就不想想,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不劳而获,依靠别人来养护是可耻的事情,那么一个人不拿起武器保护自己,依靠别人保护自己,难道不是更加可耻之心? 钱是丢了又可以挣回来的,命丢了就没有了。你靠别人的钱吃饭,你是个拆白打,作为男人是可以丢人的事情。 但是,你依靠别人保护你,你却不肯回报保护你的人,那你岂不是更加丢人,比任何失业者和吃苦力的寄生虫更加丢人?这个武力输出和保护是政治秩序的关键问题。 我们可以说,假定你的团体刚好是像传说中中世纪的瑞士什么样,刚好是自己保护了自己,但是同时不想保护别人,你就是一个经典的自由共和国。 但是一般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冷冷时期的,有能力保护自己人,多半也有能力保护一下别人,那么这种人会变什么?封建民主。 他除了保护自己人以外,还有一波被保护者。被保护者受了他的恩,就要给予其他的回报,比如说给他一些钱、给他一些粮食或者说一些好话奉承他之类的,这就是一个中主和附庸的关系。 附庸一般的时候还要承担次要的军事义务,完全不能打仗这种纯粹费拉、彻底的被保护者,只能用钱来购买生命。 没有人能保护他的话,他就会比张献忠火烤了。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编户齐民。 编户齐民是秩序输出能力最弱、秩序进口最强的彻底的政治继承通。这些人在罗马帝国最专制的时候也比东方各帝国要自由得多。 例如,罗马皇帝还要跟审判耶稣的犹太公会、各自治城邦的元老之类打交道,军队只敢抢劫,还不敢把那些市政制制度整个解散掉。 所以,基督教会后来能够在罗马帝国当中自治,也是因为罗马政治体中原有一些自由成分的缘故。 随着罗马帝国的倒台,封建的欧洲完全容不下政治上的寄生虫。可以说,他们就像是教会史学家描绘的罗马不列颠灭亡以后在萨克勋人入侵当中被消灭掉的那些行省居民一样,是走出无路的。 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肉体上被消灭,而是像是被王宝宝居民裹挟掉的那些顺民一样,几代人以后像是跟着摩西出了埃地以后在荒野中流量的以色列人一样,你不会也得会了,你必须像蒙古人一样生活,你必须像日耳曼人一样生活。 渐渐的生活方式变了以后,血统不重要,生活方式变了以后,你自然会被认为是日耳曼人,而不是罗马人的。 而东亚的问题就是,这批人口在儒家士大夫、在耶利蜀才这些人的帮助之下,得以交钱买命存活下来的。 耶利蜀才对蒙古人说,杀掉他们干嘛,他们可有很多钱了,我有一套办法能够让你很顺利地收到很多钱,也不用打仗,然后后来的君主像忽必烈这样的人就上了套了,他觉得我有了这么多钱,我可以篡位了。 那些传统的蒙古王公在草原上奔驰,他们是没有多少钱的,我一下子捞了这么多钱,我可以用钱去收买他们,收买到的人足够多的时候就可以篡位了。 后来,他果然篡位成功,实现了汉化的元朝。元朝是汉化成功的结果,也是蒙古人堕落的开始。当然,蛮族被同化都是这样的。 你看,今天中国对美国所做的事情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他把一日马里奉献给了美国的侵乏人士,假如他们在美国胜利了,颠覆了美国那些构权美国军队主体的基督教保守派的话,那么他们就会产生一个软弱的美国。 当然,正常的情况是,这种事情如果发展了一定程度,就会在美国引起沃尔大维和安托尼那种大量的内战。安东尼的钱显然比沃尔大维要多了多,埃及一国的钱就比罗马和所有盟国的钱加起来得多,但他还是打败了。 因为保守派的罗马人是更能打的那一边,而胡不烈却打赢了。这就说明西方和东方在生态位上的重大差别。 所以,有一个科学假设是有可能正确的。世界是一个有垃圾站的地方,东亚就是扮演垃圾站的角色的。如果你的秩序生产力退化到一定程度,你就渐渐变成捡垃圾,然后渐渐就被送到垃圾站去,然后在垃圾站通过改召换代的粉碎形成就被粉碎了,彻底清空。 清空地去垃圾以后,别的地方,比如说我在客厅里面用过的东西,卧室里面用过的东西,又统统扔到垃圾站,然后下了人清空。东亚在世界武力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定期清空的垃圾站,其他地方的堕落满足,无论你是波斯人、突厥人还是其他什么人,如果你政治选择好,你像郭启忠那样,他坚决选择满洲人而不是选择宋人,那你就没有进了垃圾站,你就会延续下来。 如果你像杨家将那样,你选择了宋人,你的后代变成了士大夫,有一些在宫廷斗争中间被冤枉了,有一些完全都像毛泽东那样开始吃亏,最后玩得很溜,把别人也管倒了,最后你就在金刚之弹中被满洲人消灭了,也就是说你进了垃圾站被清空了。 这就是一个动态选择的过程。你必须逆着人性的弱点向上去寻找艰苦的自由,然后你才能够避免进垃圾站,在其次点中上升。 但是人性本来就是堕落的,所以喜欢过舒服日子,喜欢伊瑞玛丽的人,就一步一步地走向垃圾站,最后要么是他们的子孙变成了汉人,在垃圾站中被销毁了。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步骤。 在任何一次政治发生变化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觉得,像这样活下去,我还不如死了,会有另一部分人觉得,好死不如赖活。好死不如赖活,那一部分人就留下来。 相反的那一部分人就会说,要么就翻脸,当时就死了,要么就直接了当地逃亡了。逃亡以后,他的后代就不会再是汉人了。比如说,像我的后代还会学汉语吗?我显然不会让他学汉语或者汉字的。 就算我让他学了,他的儿子也不会再学的。那么我在美国留下的后裔,将来有人会说他是中国人或者汉人,显然不是。我这个家属就像是郭启忠所在的家属了一样,假如他们以后还能在历史中辨识出来,郭启忠的后代会被人说成是地地道道的老满洲,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曾经是大唐的大臣郭子依的后代,而我的后代会被别人说成是美国人,先是亚裔美国人,后来就连亚裔的身份都会上乎掉。 相反,我如果做出了相反的选择,我留下来了,我的后代就会变成地道的汉人,然后在下一次改刀换代的情况下,就像是严氏家训作者的后裔那样被张献忠吃掉了,要么就会被新朝的建立者打成新朝的黑污内,沦为社会的底层,然后渐渐灭亡。这就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大多数人是无意识做出这个选择的。 例如,在朝鲜战争战处民里面的那一拨人,有一部分人因为我不高兴解放区有路条,就跑到台湾去了。有一部分人本来是地位很高的知识分子,觉得党和国家最需要建设性的人才,然后他就回去了。他们的下场如何? 这就是不同的选择。世界是一个不断分叉的路口,每隔一段时间你就有一个分叉的机会。看你是愿意走更偏向自由的那一方,还是更偏向于一日马里的那一方,然后你的路径就分叉开了。 另外一个本来可能存在的路径就永远都在历史当中消失了。所以,三百年殖民主义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把复杂的、基于各体选择要形成的博弈结构,简化成了非黑即白的两个阵营。 显然,所谓的自由阵营有很多腐败分子,他们只是由于他们的祖先有德,他们的祖先是跟着华盛顿将军走的,所以他们现在还在自由的一边,但是他们内在的堕落因此是他们不断地向专制这边移动了。 相反,专制这边内部也有很多热爱蛮族自由的人,只是他们的祖宗缺了德才把他们伸在那儿,但是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向自由的这方面不断移动,双方在不断地交换人口。 总会有相对自由和相对专制的一边,突厥人在东亚就是相对自由的一方,但是在欧洲就是相对专制的一方,这也像离心机一样,不是只有黑白两方,而是有不同的层次,最高层、次高层、再低一层、再低一层、再低一层,像低于有十八层一样,你可以无限细分把它分成几百字或者千层,但是始终是有高有低的,有些人在从低的方向往高的方向走,有些人在从高的方向往低的方向走。 双方像是一个正常的演化系统那样,不断在交换人口,交换人口就会不断交换德行。 例如当初愿意放弃英国的舒适生活,仅仅为了争取宗教自由,就到北美洲的方地上去让自己的孩子饿死的那种人,很显然就是爱自由超过生命的最高层次的人。 连英国在欧洲的标准上就是非常自由的,以欧洲按照土耳其的标准上就是非常自由的,但是英国对他们的说都是不够自由的。 今天的美国是依靠他们留下的遗产才变成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的,但是即使在美国本身显然也有反自由的因素,这些人自然而然会觉得美国不好,像加拿大那种欧洲化的福利国家更好。 于是他们动了,就说我们要到加拿大去,有的人就真的去了。而加拿大那些人也不断有人跑到美国来,这也是不断进行的人口交换。 虽然按照东亚的标准上,美国和加拿大都是高度自由的,但是加拿大人显然可以认为美国更自由一些,美国人则会认为加拿大不那么自由。 所以,人口交换的过程正在不断进行。三百年不是一个合理的征兆,因为一个地方会变得更自由还是更不自由,关键是在于当地的主流人口推行的博弈模式。 如果当地的主流人口偏向于过奴役的生活的话,那么极少数爱自由的人在那里会活得很不舒心,甚至会很快地被做到,只有比较爱自由的人占优势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加以推行,使自己变成当地的主流人口。 结果又形成一种分层现象,不同层次上的主流人口不一样,主流人口产生出来的主流政治制度也不一样,自由度是足极下跌。 如果你从世界文明角度来看,像一般性地提高全人类的自由程度,特别是想把东亚的洼地垫高一点,那么有一件事情是必须做的。 你必须得消灭掉热爱奴役成性的费拉人口。可以是张献忠式的消灭,也可以是自然淘汰,也可以是宗教改革那种传教式的消灭,使他们像克伦威尔一样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是堕落的,以后要过新生活。 表面上看起来,后一种方法更人道,但其实是一样的。后一种方法就是你自己下定决心,杀掉原来你自己。 前一种方法就是堕落到大家都变成寄生虫的时候,大家都活不成,你要吃我,我也要吃你,结果所有人都被吃到了。 但是结果相同,每道垃圾堆积到足够多的时候,张献忠就会出现。而避免张献忠出现的唯一方法,要么就是隔离,你自己去杀你自己,其实也等于一种眼不见心不凡的张献忠方式,要么就是你自己改革自己,没有其他的方式。 这一点也是由无数个体选择而叠加而成的,是一种自动淘汰的机制。并不是说是高等人、自由人殖民力足够长时间就行了,殖民期间你肯定是殖民者被腐化的过程和被殖民者蛮族化的过程两者之间交替进行的。 而殖民者如果把他的统治中心移到北京来或者移到德里来,那么他被腐化的危险就要大大增加。如果他的统治中心还在伦敦或者在布卡拉的话,这种危险就会比较小。 但是无论如何,基本的歧视链还是存在的。像刘晓波那种情况,如果他只管他自己的一小团体的话,他显然就移民到美国永远不再回去了。 他要回去,那就说他要把中国人改化或者改造成为适合于建立自由制度的人民。造成的结果是他自己被吃掉了,而中国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这样一来,等于是封锁了一条路。很明显,未来的情况就不是说是殖民三百年的问题。殖民者如果没有好处的话,是不可能殖民,而且殖民也是不可持续性的。 人家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并且输出秩序呢?输出秩序并不是任何人有意制造的结果,而是不同的一级上博弈的结果。 例如,满洲保守派或者美国保守派都觉得我离不开中国的钱了,无论我嘴上说什么,我非要这笔钱不可的时候,他只会进行殖民,否则他是不可能进行殖民的。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可笑的推论。如果美国左派当政导致美国财政破产的话,反而会导致美国兼并中国,从中国那里取到一日妈年。 如果美国保守派得志,他不需要中国的钱,他就会像是阿民得志那样把中国人踢出去,然后双方相互隔离。 所以,刘晓波这种政策实际上是要求美国的腐发势力把美国的秩序输出到中国,而这样对美国的自由却谈不上有利。 就像是罗马人征服埃及一样,实际上是助长了罗马内部的腐发势力,而打击了以小家族为代表的罗马的共产派势力,使罗马的政体走向东方化。 从自由秩序角度来讲,最好是多国体系更复杂一些,层次分得越多越好。也就是说,不仅天下一家是不好的,而且只分黑白两个阵营,自由世界和专制世界的两个阵营也是不好的,而是要分成许多层次,像封建主要像的许多层次,最高层次就像像瑞士、三明或者北美早期的新教徒那样,他们连政府都没有,纯粹是在方野中自治。 然后一点一点有比较自由的、不那么自由的、完全奴役的各个城市,甚至可能完全奴役、彻头彻尾的降奴阶级在世界上也是有它的用途的。 因为几千年来这个阶级都是存在的,而且他们都是在黄河流军这一代了,很可能正确的答案是在这一方面。 主持人,你刚才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假设。你认为活生生的一个人,我们所谓有自由意志的人,他的命运其实是受到他的过去的祖先的政治选择的很大一部分支配。 主持人,可是那这样子听起来就谈不上什么平等或者是什么普世价值。 主持人,普世价值确实是错误的。按照现有历史的经验来讲的话,它不是偶尔犯几个错误,而是在西津发展发行的大部分历史上都提供不了有效解释。 主持人,它的解释力是极其薄弱的。普世价值的原型其实是基督教的价值,但基督教价值是一个宗教价值,所谓天国不在城市之中。城市本来就是充满邪恶和混乱的地方。 普世价值等于是说,要全人类在城市之中都享有天国一样的待遇。这个其实本身不怎么符合它原始的教义,是一种冷战自由主义产生出来的,针对共产主义宣传的对抗性宣传。 它在历史上也就是在几十年才产生,而且它的解释能力并不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观解释能力更强。 至于命运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样的,我的命运多半是由我祖父那一辈决定的,而我所做出的决断实际上是在决定我孙子那一辈的命运。 也就是说,你所做出的决断对你自己的影响是很少的。如果你是一个纯粹的默人、只在乎个人信服的人的话,那你根本就不要做决断了。 尽可能随波逐流去所谓的小确信这个执政情况,追求一些小小的享受就可以了。凡是肯做决断的人,他心目中都是有继承人在的,而且他做出的决断影响甚至不是他看得到的儿子一辈的继承人,而是孙子一辈的继承人。 他做的决断越大,他影响到人也就越多。这个决断本身就是一个秩序生产能力的表现。 你的秩序生产能力越大,就说明在未来的世界里你是一个越重要的人物。但是人基本上不能影响自己的命运。等你意识到你能影响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你的命运大部分已经被你的先辈决定了。 纯粹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连家庭都是很混乱的,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阶级地位稍微高的人,就是能够追索得出自己家谱的人。如果你认真研究一下自己家谱,你就可以发现我刚才发现的这条道具。 刘伯EOQ. 接下来,我想跟阿姨请教两个关于台湾的问题。 其中第一个,我们知道旧金山合约、日本统治的台湾是不包括金门楼的。金门楼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唯一合法持有的领土,但目前目前台湾政府把金门楼当作中华民国的国民在看待。 那未来金门马祖在整个东亚局势变化的情况下,应该让台湾人对他们做什么样的一种想法或是看待?他们自己有没有自觉的这种可能性呢? 主持人,我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撤军,把这两个地方变成国际科研战这样的东西,引进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把它变成公共福利事业。这样任何人想进攻这些地方,就在道德上站在不利的地位。同时,台湾不必承担像艾森豪威尔说的一样,在军事上无利可图,突然消耗资源的地方的防御。同时,在法律上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顺便说一句,这个原理也适用于太平岛和南海诸岛。有些台湾人其实是主张让美国军队进入太平岛的,我以为这种做法虽然比马英九提出征兵太平岛的做法稍微好一点,其实也是不靠谱的,因为太平岛没有什么军事价值,而且法律地域不确定。 就我对南海问题做了一点粗浅研究,我认为越南在南海诸岛的法律要求是最强的,因为这些岛最先的发现者都是法国人,而且法国人在南沙群岛登陆做过有效治理。 而越南则是法国殖民者最合法的继承者。日本在战争时期这些岛屿的占领并不是一个条约安排,而是战时的军事行动。 战时的军事行动没有经过条约安排是不能改变民族归属的,所以它是临时性的。 而中华民国的占领是作为战胜国继承了日本的占领,因此它也是一个军事性的临时安排。 如果要按合法性的安排法,最后这些岛屿都是应该重新回归法国或者是法国的继承者的。中国对这些岛屿的要求是最不合法的。 因为很简单,即使在1930年代画地图的时候,蓝沙群岛的位置都在今天的中沙群岛,蓝沙群岛是根本不存在的。蓝沙群岛是法国人开发和治理以后,国民党的地图专家才把蓝沙的位置移到今天所谓蓝沙群岛的位置上去了。 就从蓝沙群岛这个名字移动的过程,接着就看出它根本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民族,更不要说真不暗沙这样滑稽的名字。真不暗沙也是国民党起的名字,本来是詹姆斯暗沙,然后它就变成真子的妈妈了,让我以为它跟春秋时期的真子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关系。 这些东西其实是国民党留给共产党的最危险的礼物。本来国民党是所谓的败军之将不可以延勇,亡国之士大夫不可以求纯,但是它对共产党造成的最大损害就是它把这种成本很高的中华民族发明留给了共产党,而任何人要背起这个巨大的包袱,都会像赫拉克勒斯穿上尼苏式的衬衫那样把自己压垮的,恐怕这就是它被剿毁世界中的最大贡献了。 反过来说,台湾绝不应该去背上这个无利可图而负担很重,自身又不合法的额外要求。金美和马祖,因为它本来就是地方自治的地方,所以要自治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国际上,例如美国人在移民的时候对他们分别处理,那你也不需要做什么特殊处理。 现在的问题是,台湾的问题是,它处在殖民主义结构解体,所以国家主体型没有确定的状态,所以很多问题都是处在这种切身未分明的状态。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好像显得很白色、很普世价值,就是因为在过渡时期所有人的身份都不明了。 但是将来能够使身份明确化的唯一方式很明显就是遵循原有旧金山合约的法统,然后再根据国家利益和军事安全方面的利益重新部署军队。 然后你就要预测到,在某一个时间内,比如说中国会进攻和占领金门马祖,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而这样一场战争将会构成台湾正式独立的理由,因为原先说过是维持现状,现代现状已经被破坏了,我们改一改国号也就是正当的报复形容。 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出于人道主义,把那些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的金门马祖居民以难民和移民的身份移到台湾来。愿意接受了,那就让他们去投奔中国好了。 就像是日本刚站到台湾的时候,给台湾居民提供了一个选择期,愿意忠于大清的人你去,我们不拦你,愿意忠于日本的人你游,金门马祖居民也可以按照类似的方式解决。 然后一到台湾,他们的身份复积改成台湾居民,就适用于台湾居民相应的法律地位了。 而这场可能战争,实际上也是使所有各方揭打翻洗的一种解决方式,所有各方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自己给自己下台奸了。 刘仲敬你刚才提到这个政治选择,还有金门马祖未来的这个处置,就让我想到,台湾目前其实就像你说的依照的普世价值, 提供了很多从中国来的移民,经由结婚或者是移亲的方式,取得台湾的户籍,甚至台湾的投票权这样的一个选项。 就像我们上次说的,还有很多在台湾有投资的台商,他们在中国有很大的利益,他们可能会回来影响台湾的这个选举跟政局的情势。 刘仲敬你上次也说过,当美国转向的时候,台湾需要做更激烈的、更明确的表态,所以未来在台湾内部进行这种认同的清理跟麦卡锡主义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剿匪,有什么样比较不会造成政治的动荡的想法或者是手段? 这个就要从法理的根源出发了。法理的根源就是,什么叫共和国?就是国民共同体取代君主充当主权者的国家。 国民共同体从来不是全人类。如果普世价值是正确的话,那么全人类应该是一个共和国。 英国和印度是一个大英印度联合共和国,选甘地当总理,以印第语为国语,英国少数民族可以在高考头加分。但是这样的共同体能够运作吗? 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近代,所有能够运作的共同体都是不包括全人类,而是只包括那些能够和愿意用武力来保卫自己国家的公民团体的。 因为统治权的基础是武力,用武力保卫雅典的雅典人才是雅典公民。所谓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格言就是公民死国,奴隶偷生。公民没有自己,国家就什么也不是,国家王他就必须一起死,奴隶无所谓,外邦人无所谓,在哪儿都是无所谓的。 所以,任何一个共和国,君主国也还好,君主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明确的家属,他就是主权者,国王陛下就是主权者,皇帝或者苏丹陛下就是主权者,他的继承者或者是由继承法规定,或者是由他自己随意指定,谁是主权者,谁不是主权者是非常清楚的。 共和国虽然有很多优势,但是相对于君主国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说主权者的边界模糊不清。 所以,历史上能够站得住的共和国,像雅典共和国,对于公民权的边界是极其慎重和苛刻的,是经常是种族主义和麦卡锡主义的,因为主权不能随便分享,统治权是危险的东西,而被保护权和民事权力这是可以随便给予外国人的,两者之间有截然的分歧。 如果你改变了公民团体的组成,你实际上按照希腊人的政治逻辑来讲,而希腊人的政治逻辑是近代共和国一切政治理论的起源,你就是灭亡的这个国家。 你在同样一个地方,因为希腊的邦国是很小的,往往只有几百人,甚至一千人,比如说普拉提亚这个国家被斯巴达灭亡以后,他的居民被斯巴达迁移了别墅,但是土地并没有荒废,斯巴达人从迪比斯另外捞了一批人来种他的地,然后变成了另外一个邦国。 当然,希腊历史实际上就毫不犹豫地说,普拉提亚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不是说它的土地已经没有人,而是原有的公民不存在,犯了另一批人,这就叫做亡国。像现在黑人南非取代白人南非的情况,按照希腊的标准来,那就叫做亡国。 如果公民权的标准没有边界的话,那么萨达阿姆吞命的科威特以后可以全伊拉克一起投票来决定科威特省的未来。 为什么国际社会不接受呢?因为科威特的主权属于科威特人,科威特人并不是科威特的居民。科威特的居民中间有超过一半是巴勒斯坦人和孟加拉人外来的打工者,这些人在海湾战争中间站在萨达姆一边反对他们的主人。 如果你按照普世价值的角度来讲,萨达姆是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者?他解放了这些被科威特资本家奴役的贫下中农,使他们打土豪和分钱地赢得了自由了。 如果按照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的逻辑其实是没有错的。全人的统统在共产主义下不好,那么在政治权力和边界都被瓦解的情况之下,人类很快就要趋于灭亡了。 这样的共产主义体系只有在不断地掠夺,还能够找到其他掠夺对象的情况才能够维持下来。这本身就是说明了边界的重要性。 产权和国家的边界是有一定支持度的,因为是有一定相关性的。 就是最核心的公民团体通常是土地或者是不动产的所有者,商人也需要购买到商铺这样的不动产以后才能取得公民权,因为流动的存在银行的面前很容易培养出世界公民,而不是针对特殊共同体的效忠。 像佛罗伦萨或者汉萨同龙那些商业共和国的公民,他们的商人的资格跟地主是一样的,他们不是一般性的商人,而是在本地有商馆、有户子、有了不能搬走的财产以后才能算本城的公民。 如果财产只是银行人一笔钱,像犹太人那样,那么犹太人的钱即使比德国要多,他仍然不是汉堡的公民,因为犹太人可以随时搬到科尔多瓦去,而汉堡人却不能随时搬到科尔多瓦去。这就是公民权的实质。 任何情况下,合理的公民权标准就是愿意流血来保卫这个国家的人。所以,共和国最正当的要求就是用血税和金钱税来衡量它的公民团体。 理想的公民团体是交纳了血税和金钱税的人,无论他们种出血缘和文化是什么。 其次是两者之一,如果两者都没有进到义务的人,无论他们的祖先是谁,都不应该享有公民权。即使他们的祖先是公民,他在放弃自己的义务,比如说三代人以后也应该丧失公民权,沦为法律上的被保护人。 正常的国家,实际上一般来说,他们的公民资格是这样规定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公民或者原住民,它跟土地权利有密切关系。只有真正的公民和原住民才能够拥有土地的全部权利,其他人只能够像马来西亚的华人一样拥有使用权、租用权,而不能拥有原始主权。 第二部分是可以规划的外国人,如果他们愿意规划的话,但是规划只能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进行,也就是说第一代移民只能享有克侨民或者被保护的人的地位,他有民事自由,但是没有政治权利,但是他在本地生下的孩子却可以加入公民团体,但是同时也要进公民团体,必须尽力义务。 还有第三部分,也是非常周围的,就是敌侨。敌侨不能享有公民权,甚至民事权利也是不完整的。这也是从希腊罗马一脉相传的国际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都是这样对待德国人和奥利利的侨民的,敌侨不仅没有政治权利,而且不享有完整的民事权利,它可以在严格的限制和肩负之下从事某些活动。 但是有些,比如说跟国家安全有关系的技术或者金融活动,它是不得从事的。美国人把日本人关于集中营,其实就是这种法律传统的体现。 如果沿着普世价值来算的话,是不是美国人提换人家的?但是实际上,法律是不讲普世价值的,它讲的是历史先例。敌侨的待遇跟一般国家外侨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而敌侨是政治决定,也就是说,某一个国家,例如普拉提亚在波斯战争的时候是斯巴达的友邦,他的人是外侨,但是在波罗奔利沙战争的时候却变成雅典人的盟友,他就会通过相应的宣战程序把普拉提亚人宣布为敌侨。 奥地利人本来是一个中立国,他不是敌侨,但是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以后,英国人马上就把斯维格这样的犹太人,尽管是希特勒迫害的对象,宣布为敌侨。这都是涉及主权的问题,跟普世价值没有关系。 像斯维格那种被德国人赶出了奥地利的老家,作为犹太人遭到的迫害,却跑到英国去变成英国的敌侨,普世价值的主张者是不是会认为这是英国人不讲民主的体现? 但是从法律传统的角度来讲,从古希腊到现在的法律传统一直是这样做的,经过经验阵营,这样都是必要的。 因为主权是一项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本质就是杀人权。杀人权是无所谓公正不公正的,因为敌我之间没有公正可讲,没有任何法官能够在敌对的共同体之间实施审判。 所谓公正不公正都是某一个共同体内部的事情。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们才会有公正可言,我们才会有共同认可的法官来判武乱。如果我们是敌人,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共同认可的法官。 前一阵子我宣布要成立巴蜀狩毁军政府或者成立大蜀农国,就有人问我,要是某些共产党的人其实没有罪,怎么办?你要不要甄别一下他们?我给他们回答的就是,你如果要我甄别,你就是承认了大蜀农国的主权了。 你接受我派出的法庭审判这件事情,就说明你已经接受了大蜀农国的主权,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了。 这两者之间是排他性的关系,有其一必有其二。你如果接受了我的审判,就等于是你已经是承认了我的统治权,那么我也不用打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相反,你如果不肯承认我的主权和统治权的话,那你没有资格要求我给你伸张正义。你只能说你的政治君主是谁。如果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你找中国共产党给你伸张正义,外国人侵犯你的利益你找他去给你伸张正义。 如果你是被保护民,那你就去找你的保护人、封建民主,你找你的宗主国、找你的上流民主去。正义、秩序和财产一样是一个有限制,都是有边界的。 例如我成立了大蜀民国,大蜀民国的成员就是为大蜀民国的流血牺牲和为大蜀民国交税的那些人,他们必然是已经承认了大蜀民国的统治权了。 你说共产党人接受不接受大蜀民国的统治,那他必然是已经投降、接受统治以后才有接受审判的资格。不接受统治,接受审判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 所以,台湾现在的混乱状态是什么呢?台湾首先是一个殖民结构,跟州人在东方建立那些国家是一样的,国民党带来的这批人。 我们不要去管他们的血统是什么,他们中间可能有一部分是福建人,跟台湾的血统非常相近,也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山东人,跟朝鲜人和满洲人的血统非常接近。 但是这没有关系,无论英人后裔还是州人后裔,他们都是国人,他们跟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共同体。州带的城邦只包括国人,不包括野人的。 如果你要重新构建新的共同体化,那你首先就要发行边界。这个边界的标准是什么?中华民国和台湾共和国,或者是台湾王国,或者是福摩桑王国之类的,就要涉及一个宪法主体的定义问题。 现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主体之所以模糊不清,就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是原住民,就是日系台湾人,通过普世价值和民主,通过白左路线攻破了殖民主义的堡垒,实现了全部所谓的政权的无限解放。 因为这个政权的无限解放造成一个副重的就是,边界被取消了,因此别的人,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这些人,他们的边界就消失了。 像台湾这样,可以允许敌侨在六年或者多少年以后参加投票的事情,毫无疑问是全世界宪政史上的咄咄怪事。 这种做法的含义差不多就是允许敌国的将军担任总参谋部的将领一样方便。这样的话,你还打什么仗呢?既然你国的将领可以招募敌国将军在你总参谋服务,那你们两个国家还有什么好打的? 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台湾和中国的敌国身份没有确立。尽管这样就变成一种单方面的战争。台湾在检言以后放弃了反攻大陆,也就是意味着它放弃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把台湾视为敌国。 只有造成了一种魏马共和国和克伦斯基俄罗斯共和国的伐级现象,布尔什维克可以参加临时政府的军队,而临时政府不能镇压它。这样的政权是藏不了的。 要么它迅速地被颠覆,要么是通过麦卡帝主义重新发进边界。重新发进边界以后,当然就要根据历史上的先例和国际惯例,人的身份总共就只有三种。 公民共同体的成员,友好国家的侨民和敌对国家的侨民,三者各有不同的法律身份。 做到这一步以后,局势自然就会稳定,做不到这一步的话,那么这个共产典就流产了,它会像历史上的许多流产国家一样,渐渐被人遗忘。 主持人们,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您对台湾未来的这些分析,我相信对台湾未来建国的这个路线应该有很大的意义。谢谢您。 谢谢。下礼拜见,谢谢。 再见。